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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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尧波罗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火锅的人 但是中国有一个特别生奇的产品 我从来没试过 今天买了一个 先洗洗手 要弄弄我 看一下这个里面都有什么 先吃肉和些蔬菜 和浆 加水 好 这个是不是得拿出来是吧 又开始下雪了 好冷 快做火锅 15分钟 15分钟 好 有奇怪的声音 又卡拉了 已经能闻到那个味 对 我很担心这个东西 会不会只是在房间那个温度可以 这个外面太冷了 还有一大部分热量就没了呀 怎么办 能开吗 没问题 我相信它地牢 这个如果在屋里做也没什么意思 这个应该在外面做 应该在外面吃 爱丁堡天气就是这么变幻无常 刚才天还晴着呢 对 有太阳 这会儿还雪这么大 看到那个外面特别漂亮 光明特别好看 现在那个山已经看不到了 那边很大的山 终于可以吃 没熟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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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啊 没冒气啊 嗯 嗯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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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行不行熟了吗 熟了熟了熟了 还是热的吗 虾面特别熟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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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这个味儿 好吃 好吃 跟我们在中国吃那个还得老好像吗 那个味儿 嗯 挺香的 嗯 嗯 焦料真不错 嗯 哇 这个在大冬天在外面吃挺爽的 这是啥 Bambus 嗯 是什么 猪笋 我最爱的 O O O 哦 嗯 嗯 有牛肉 嗯 嗯 哇 那个牛肉不错 嗯 香 有一点点浅 不错 嗯 嗯 嗯 这个里面东西都挺好吃的 但是 那个牛肉真的是它的MVP 但是最好吃的 牛肉块也挺大的 嗯 这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没想到 你觉得一个人够吃吗 嗯 嗯 应该够吃吧 现在它传来这个味儿 闻起来就有点像 在国内那个海底捞门口等位的时候 闻到的那个味儿 其实它那些料包里面的那些菜啊肉啊什么的 就都是熟的 都做好了 所以说它这个下面的这个水 并不需要把它煮开 只是让它热一点就可以吃了 这个小火锅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 这个小火锅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 推荐大家吃 但是 我不推荐你们 跟我一样 在这么冷的一天 在外面吃 在德国有一句言语 是小孩儿把所有的菜都吃光 天气就会变好 我刚吃完 天就晴了 好 今天就在这儿了 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 和转发 下次再见 拜拜